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升空再俯冲下来砍一刀 这种可以提前准备很好 腰肿剑方的身后他会直接冲过来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他的剑来做判断 当然也可以起手蓄力三星重棍 就是没有必要 关于石破简单点说就是先清棍等Boss释放技能的同时我们使用重棍 这时候会有瞬间的无敌时间来抵消Boss的技能伤害 前提是消耗你一颗棍式豆子成功石破后会返还你一颗豆子 再加点击 当只有半段棍式 等他冲过来我们先闪避加棍式 点亮豆子 他俯冲时 时破 当棍式清棍的时候我们先闪避两次 加清棍 加清棍点亮豆子 放电的时候正好石破 看完你也学费了吧 以上是练习内容 对于石破不熟练的同学可以多练起吧 再取他的狼猪 下面是击杀过程 他这次起手冲刺 我们闪避两次后清棍 看他尾巴就是要扫尾了 石破加连击 直接冲上去定身 加一套零棍 音声结束毛几棍子 然后隐身张小猴子 破云一击 哎呦我吃了 撞他刀口上了 没关系 练习也是 看好Boss的技能 该躲还是要躲 满四星蓄力中棍 小猴子攻击频率快 他技能都很能晃出来 我这里忘记放定分住了 再一次展示绒错 小猴子消失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 他俯冲直接使动加连击 上去定身 加一套零棍 便是套人 居然被他打断了 再一次展示龙锁 他开始给剑雷电附魔了 之后他的伤害会非常多 我们不带怕的 便是套人给他硬钢 还有一丝血 我都还没抓大头 给他磕了 可见青被龙挺容易打的 看完你也学会了吧 如果还打不过 可以进三连 回来再多看几遍 一定能够的 而且能打得比我好 张班族更新视频比较慢 还请尽量 我们下回见